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着防疫限制放松 在过去两年 因为新冠疫情而需要停办 又或者改为网上进行的活动 在今个下个月也在度回归 其中一个最受欢迎的传统户外活动 Bard on the Beach 温哥华沙士比亚节 已经在温哥华的Venny公园展开 并且播映一系列由沙士比亚所创作的剧目 在今晚的《休闲活动》展栏 让我们一起重温一下 这些耳熟能长的浪漫传奇剧目 时隔两年《Bard on the Beach》 终于在今年夏天再度回归 更加挑选了沙士比亚其中一部最流行的戏剧 《仲夏夜之梦》 为第三十三届温哥华沙士比亚子揭开序幕 《沙士比亚》在1590至1596年期间创作的浪漫喜剧 描绘雅典大工作和女王婚礼为中心展开的一系列故事 包括四名雅典暖人和六名职工的冒险经历 森林先皇和先后如何在背后操作他们的命运 温哥华沙士比亚节也将上演著名的悲剧 《狼民欧与朱丽叶》 以及由北美剧作家Janette Sears创作的《Harlem Duet》 而入场的观众除了观赏戏剧之外 也都可以参与不同的活动 《沙士比亚节,温哥华沙士比亚节》 将由即日起演出至9月24日 公众可以上网查询活动场程以及进行购票 另一方面,温哥华交响乐团两场户外音乐会 亦于今个夏季再度回归 其中由温哥华公园局主办的《第三届Symphony at Sunset》 将于7月2日在日落海滩公园举行 并且演奏迪士尼Pixer的《The Incredibles》、《超人特工队》 以及《功夫红猫》等受欢迎的电影配乐 而在7月16日晚上,即是本拿比六湖公园 举办另一场名为《Symphony in the Park》的户外音乐会 有兴趣的民众可以浏览温哥华交响乐团网站了解详情 好了,今晚的悠闲活动展览就说到这里 交回给你,罗佩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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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